初一互联网营销研究院的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Janny老师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上传和删除YouTube视频 我们打开YouTube点上传视频 选择文件 找到你想要上传的视频 关于视频文件本身的优化 我们在课上已经讲过了 希望大家记得先做好优化 然后再上传 填入标题和说明 大家可以参考课上讲的编写方法 对标题和说明进行优化 标题和说明填写完以后 我们往下拉 点击上传缩列图 上传视频的封面 找到封面 同样对文件进行优化处理 然后上传 这样我们的封面就上传好了 接下来为你的视频选一个合适的播放列表 然后点完成 如果是面向儿竟的视频节目 就选节目是面向儿童的 如果呢 并不是呢 就选否 这里要注意 如果想要通过这个视频获利 你必须要选第二个 否 就是内容不是面向儿童的 就是内容不是面向儿童的 选择完毕后 点继续 然后呢 是YouTube卡片的制作页 卡片的制作方法呢 我们在下一个视频里再跟大家讲 我们先点继续 在公开范围这里 我们有三种设置 第一种是思想 只有你和你选择的人 可以看到你的视频 那么如果是想用这种方法呢 你可以选思想 就是private 然后呢 点以私密方式来分享这个视频 邀请对象 可以填入想要邀请观看这个视频的人的邮箱 然后点完成 第二种呢 是不公开列表 所有拿到右手边这个视频链接的人 都可以看到这个视频 但是呢 这个视频是不会公开的出现在YouTube频道上的 第三个是公开 也就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这个视频 而且呢 这个视频会出现在你的YouTube的频道的专栏上 视频上传完毕后呢 如果需要修改 我们只需要找到这个视频 然后点击选项 就是这三个小点 然后呢 选修改标题和说明 就可以快速的进行修改了 如果需要删除视频 点击选项 然后呢 找到最下面的永久删除 就可以把视频删除了 那大家自己来快试一下吧 还有关于更多的YouTube的运营优化的方法 我们会在直播课上和大家分享 想了解更多的课程 欢迎登陆我们的网站 了解最近的直播课 下集结束了 下集结束了 我们下集结束了 我们下集结束了